一个新的档案 那开这个新的档案呢 一样 丙怡赶快做好了 那一样 A013000 我们这个叫做图片选择器 图片选择器 图片选择器 OK 在这里出现图片 然后接下来一样 跟早上 我要一样要有一个图片好不好 图片放进来 然后呢 它的大小 高度是240 确定宽度多少 320 确定 一样去抓 一个档案进来 那我一样用早上那个就好了 刚开始好不好 好确定 好确定了以后 这个进来 我在这里图片 我就可以抓了 确定 这个就可以抓进来 好接下来 我要用什么 要一个图片选择器 哪一个叫图片选择器 这里有没有 这个地方就一个图片选择器 什么叫做图片选择器呢 我们的手机打开 里面就会有一个图片库 有没有 就会有一个图片库啊 就是那个图片库啦 然后在哪里啊 相簿 图片库这个地方 有没有图片库 点进去 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了解意思吗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用图片选择器 所以必须在这里 放一个图片选择器进来 对不对 等一下要用到的 就跟刚刚的 那个照相机一样 把它放在下面 好不好 好放下面 也就是说等一下 我点它了以后 它要会动作 点它了以后 它会动作 那我们这个图片选择器呢 我们一样把它设定一下 好不好 我们把它设定 一样20好不好 第一个 它的宽度 填满 确定 然后自行设为20 然后图片选择器 我这个东西 1就不用了 文字也不用了 这样子图片选择器 这样子 Enter一下 所以我等一下 按了这个以后 它就会出现 你手机的图片选择器 然后你去点选一个图片 把它放到这个图片1来 同样道理 我希望它出现什么 出现你的路径 所以我一样 这里要出现一个路径出来 这个路径要 一样标签1进来 那跟早上一样 我们把它显示资讯 显示资讯 显示资讯 然后它要多大 16 然后一样红色 这样OK吗 所以接下来 我就有这三个 然后我等一下点了图片选择器以后 你就去找看看你的手机里面的图片 他就要把它点选了以后 就要把那个图片放到这里来 然后这里要告诉你你的路径 就跟早上一样 我们的照相机一样 这样OK吗 好 所以我这个面板的部分 这边已经OK了 接下来等一下要写程式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要写程式 那程式的写法很简单 这里面有一个图片选择器有没有 也就是说当你的图片选择器 你完成选择完成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事情 因为你一按下去这个地方 一按下去这个图片选择器 它就会跑出一个四窗出来 这个四窗就是我们在选图片 那个四窗有没有 手机选图片的那个四窗 到底要选哪一个 从图片库里面要选哪一个 你就可以选好不好 所以我在图片选择器这个地方 我要它做什么事情 当图片选择器 选择完成的时候 我就很简单的 图片一的图片要怎样 图片一的图片要设为什么 各位设为什么 要把它设成图片一 所选择到的图片对不对 所以图片一选择器的选中项 选中的那一项 你看它这里面很多种 你到底是图片一选择器的哪一个 选中的那一个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是第一个 同样道理你的标签 你标签你的文字 也一样要把它设成什么 图片一选的那一个 好不好 是哪一个 图片选择器选到的那一个 这样OK吗 好也就是什么意思 当我按了这一个以后 它就会出现一个视窗出来 这个视窗就是你的图片选择器 你看看到底要选哪一个 选了那一个以后 你的这一个图片就要把它 抓那个图片进来 放到这个地方 同样道理 你图片选择器选了那个以后 它那个档案到底在哪里 它就要把那个资讯 放在哪里 放在这里 这样OK吗 好不好 那我们就可以来测试了 我就可以来测试了 好不好 我用我的啦 那你们如果不行用 那个你就直接用安装的 好不好 老师这里就已经出现了 有没有 图片选择器了 OK 好